押去後面 我們才可以轉進去 我們是 BOOM 吹 1、2 漢籃 明白嗎?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重製項目 今天來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亦都是很多 無論大陸的網友和香港網友都會問我 後轉身的教學 好了,那今天呢 我們會再說一次後轉身 包括怎樣用 步法是怎樣 以及怎樣訓練 好,首先第一件事,後轉身 大家上次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不要緊,今天再說 後轉身主要我們用的軸心 是用身體的哪一部分 腳踏還是腳尖 OK 大部分學過的人都知道 腳尖 對不對? 其實在一個後轉身裡面 大波後轉身裡面 記住 我們先落地的那部分是腳踏 你才會用到軸心 用腳尖的 待會會示範 首先我們說一下 什麼叫後轉身 記住 轉身 轉身 怎麼分為前後 腳在前 轉身 軸心腳的前面轉 前轉身 軸心腳的後面轉 後轉身 非常之簡單 前轉身 後轉身 行不行 行不行 後轉身 是否一個個人動作呢 我其實覺得它並不是一個個人動作 它是一個finish動作 即是我們後轉身之後 基本上你要接射球或者走籃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後轉身裡面 其實你是不可以再做任何急停 又或者轉向的動作 因為當你使出一個後轉身的時候 某程度上你已經控制不到自己下一步 你不可以再轉方向 例如我在轉前 看到有個人在這裡 但是你轉了 你只會撞過去 你不能再避開它 所以它在一個動作來說 它算是一個finish動作 而不是一個個人動作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 轉身後 立起動 立起動 一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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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後 立起動 它是一個finish動作 而不是一個個人動作 有時候你會看見很多年輕球員 它會使出後轉身去過人 結果沒有過 只是它在敵人前面自轉一周 就是它會拍拍球 很多 就是打球頭一兩年那些 因為學會了轉身之後 它會有人標籃之下 好了 有人標籃之下 就要請阿浩和CM出來 有請 鏡頭一轉 又是CM和阿浩 很多 一些年輕球員會這樣的 叫著球的時候 有 笑什麼 我也笑過 被人罵笑什麼 我真的笑 記住 不會過到人的 你不會過到人的 為什麼 你始終是一個直線運動 你的進攻路線 你看看 不太動 明白嗎 而最多做的是什麼 Fold Fold 通常都是這樣 記住 後轉身 我們怎麼用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首先 做上次我們第一步的練習 過了它半步 這個時候後轉身 我們要做到的 我們應該會變成 轉身 就是 就是 我們應該 怎麼呢 就是 我們應該 碰 向這邊 轉這邊 先去這邊 轉這一邊 我們必須要把敵人壓到後面 我們才可以轉進去 明白嗎? 我們是 BOOM 推 1、2 按摩 明白嗎? 我們是一定要壓向一邊 然後轉另一邊 去上籃 現在 會多了一點點 類型的後轉身 你看到Harden都會做過的 例如是什麼呢? BOOM 下上 BOOM 1、2 Step back 1、2 3 1、2 4 1、2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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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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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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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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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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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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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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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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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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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这就是后转身的重点 记住再看一次 压 脚跟落地 压 转 转 转 的时候记住 用腰的力 转 踩停 而且在中间的时候 不要拒绝 有很多人转身的时候 这里会浮起 会这样浮起 浮起了 浮起了的话 你就会很飘 很难去完成的动作 而且你会失评 很难做下一个finish的动作 记住转身一般都是接finish的 你明白吗 好 试试阿豪示范 阿豪先 好 接着我们看看阿豪示范 型是很有型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你做了年轻人爆船陀螺式的转身 《陽痴之城》 原地自转 也是少女�chsel 肋抱船陀螺 越爆越扯火 好 记住 我们是 脚跟 脚尖 转 踩停 向前走 记住 最後轉圈沒有壓停的那一刻 聽到嗎 對了 壓停 走到攬 不要讓自己停 再來一次試多球 轉圈壓停 一二上攬 OK 再來一次 停停停 不要這樣踏一步 跑過去轉 壓停 記住跑過去轉 轉 上攬 對了 有沒有用腳踏落地第一點 記住 我們下的時候記住 一 看著 一 二 轉 我們是這樣下的 這樣下 如果你這樣下 轉就會變成腳踏 腳踏落 再來 右手先 都差一點 試一下 屁股 屁股 扭的 雙腳踏落 雙腳踏落 好 好 好 接著 試一下這樣做 V字形 例如我們這樣做 我們這樣戴球 波 ok 拍 Cross over 後轉身 1 2 來 來 可以上篮 你的防守正常 过来骗我 我们拍一张 拉过来 可以上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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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 拍 你是不是要在这里缩 明白 你要缩 我才可以冲进去 明白 1 2 火腩 在这里 好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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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所以你要看着我 是啊 你要看着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缩口 明白吗 你一旦在这里做呢 你不留意的防守没用 为什么第二球我冲了过去 我就是看到你打算停 我就可以冲过去 明白 你只要记住第一下冲了过去 永远个人记住 第一下 在这个路线上面 冲过了他 他下一球 一冲的时候他就会block你 我们才可以转到另一 尽量记住一件事 这个转身动作呢 矛盾的 什么矛盾 就是 右手拍球 左手上篮 左手转身 右手上篮 那看你练哪个 确实要用左手的 不能只用一边的 OK CM试一下 原地先 对了 转不了了 因为呢 做不到的軸心 记住 拍 记住 刚刚呢 这个位置 腰呢 没有带动 去转 记住 腰带动去转 Go 不行 转不了 记住 放松 我们真的要给自己呢 转 先踩下去 你没有给自己转 个人也没有胜高 然后下 拉上 转 但是不要踩高 重心拉上 1 2 上篮 1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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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腿 腰动 只是腰去转 其实之前呢 训练Core的动作里面 就有做用腰部转的动作 那那个就做到了 那个就很有用了 大家有空做Core 再来 Go 左手 很矛盾 没左手上脸 再来 左手 Push Cost Over 后转身 One Two 对了 再来 最终一球 放松点 记住 我们转完还可以走两步 Go 来 看着 我们是 Boom Cross One Two 来 对了 我用腿去摆成 大家看看 下来 就比大家要看 那小时 那这个手 就像那个一样 3 座 所以後轉身轉完之後 我們是可以 再踩兩步 你可以右手反手上 明白? 後轉身轉 你拍多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用走男步 如果你不拍多一下 後轉身一二 放反手 還可以 右手反手 試下 放右手反手 最後一球 這裡 這裡 Cross over push 後轉身 這裏方 Go 再来一球 尝一球 记住转身的时机和点在这里 再来 好 记住 我们不同年纪一样可以继续进步 继续享受多些篮球的技术 转身 我之前一直都怕教给一些上了年纪的学员 就像我这些40岁 CME这些40岁 膝头有没有痛 少少痛 我会害怕的 但是我发觉一件事就是我不教不等于他不用 情急之下他们都会用 我宁愿教了他们好好训练过Core 记住我第一条片讲的是转身之后讲Core Core最重要 待会也会有一条片 讲怎样用健身球Fitball去训练Core 很有用 记住动作配合的是身体 身体搞不定 你动作也不会做得好 好了 今天后转身 完 记住一件事先脚踩 你就会用脚尖做足心 先脚尖的话 你会用脚踩做足心 明白吗 脚踩碰地也有一个效果就是 你会急停 先停了 也很容易用下重心 压停自己 有没有问题 OK 好 今天后转身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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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